大家好 现在买兰花的人是非常多的 那么我们这个兰花呀 买回家之后呢 我们收到了这个兰花 我们呢 上盆之前呢 有一个步骤呢 是很多花野都会忽略掉的 那么这个步骤是什么呢 就是清理掉这个兰花的叶颊 我们在收到了这个兰花之后呢 会发现这个兰花呀 它有一些枯萎的叶颊 就像这种 这个枯萎的叶颊呢 我们不能够留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兰花它是特别爱干净的一种植物 这个枯萎的叶颊留下来呢 会导致它很容易滋生一些病菌 而且呢 也不利于后期的浮盆和生长 所以呢 我们要给它清除掉 但是清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不能够直接用手拔 我们呢 可以准备一把剪刀 然后呢 直接将这个枯萎的叶颊给它剪掉就可以了 这样剪掉就可以了 剪掉大概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不要剪的菜下 然后呢 伤到它的这个甲铃颈 也就是它的颅头 像这些 这底下这一部分呢 这个枯萎的叶颊 我们也可以给它剪掉 清底掉之后呢 我们在后期经过这个正常的一个处理之后啊 就可以给兰花上盆了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